来看看新闻吧 蜜月的话其实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真正的一个很长的一个 因为蜜月嘛 我觉得蜜月应该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像一个月这样的情况 可是到现在工作还是满满的 就所以还没有完全去度蜜月 可是前一阵子大概有离开了香港一下下 然后去了日本一趟 然后就是简短的一个礼拜这样 那度蜜月的话可能会延到里面 工作虽然繁忙 但两人形影不离 你农我农已经羡煞旁人 从我进这个行业开始 就是每年圣诞节都是最忙的时候 那跟家人相聚的时间也会变得比较少 我觉得太太会明白 那我尽量就是如果有工作的话 都会带她一起去 就是我觉得在一起就好 而与郑玉玲分手后 久未露面的旅方 此次也大方回应了自己的感情生活 那也是比较忙一点 然后我在筹备一个新的唱片 然后要明年就会出这个新专辑 这个感情方面 暂时还是单身 所以希望能够尽快 能够找到另外一半 中场活动最抓人眼球的要数 钟正涛的爱女 人小鬼大的中意了 父女俩为新与乐在线观众 特别献上的一曲 圣诞合唱唱出了无限温馨 新与乐在线上海报道